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学习一下 虚拟化技术与应用的概述部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门课程的一个简介 那么这个虚拟化技术与应用的 那么这门课程呢 它是一个学习 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程 我们首先要知道 那么我们这门课程的学习呢 主要是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与掌握 这个虚拟化技术的一个基本理论知识 以及如何去实际操作 如何去应用它 那么你这个虚拟化技术呢 它是我们这个云计算的一个核心 也是一个基础 就是说我如果没有虚拟化技术的话 是一定没有云计算基础的 那么我们的这里的这个虚拟化技术呢 我们主要是依托于这个VMware with fear来进行学习的 那么当然现在主流的虚拟化技术呢 除了VMware with fear呢 我们都知道还有KVM呀 还有ZEN呀 等等的技术 但是我们这门课程不是说 让大家最终去掌握某一个技术 而是希望通过依托于这样的某一种技术呢 而是真正学习到究竟虚拟化技术是什么 然后我们如何去应用这样一个虚拟化技术 最终来构建这样的一个云 那么这样的一个VMware with fear啊 它的这个虚拟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事实上它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的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之上呢 学习它非常重要的一些虚拟化知识 我相信学习了这门课程以后 大家就知道了虚拟化究竟与云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以及我们是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化技术呢 去构建这样的一个云呢 那么学习的这门课程呢 以后对于你们的就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云 云是基于这个网络时代发展起来的 所以它一定要依托于我们的这样一个网络技术 当然了当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个虚拟化以后呢 我们肯定是可以深容网络相关的一些工作的 假如说网络管理工程师是吧 那么我们还可以去去去做什么 云计算维护工程师啊 云计算工程的这样的授钱 收获工程师以及项目经理 产品销售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了 当然就是说大家以后究竟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那还要看大家以后这样的一个意愿 以及自己的一个发展情况了啊 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列举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课程的要求啊 大家要知道这个课程呢是一个核心课程 呃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 虚拟化基础是我们一切云的一个基础 你没有虚拟化就一定没有这没有云啊 呃所以它是我们专业核心课程 那么这一次呢呃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呢是把它定为一个过程性考核 也就是说大家是不需要呃去这个期末啊 期末第20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集中考核的啊 那我们的考核的一个方式大家要看一下 我们有20%的考勤 还有10%的一个线上资源的学习 还有我们线上资源有这个习题测评 还有我们50%的一个线下试操 以及最后我们会有10%的一个期末考核啊 这个考核呢呃会会依据大家平时学习的一个知识呢 我们会在线上呢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关于考勤部分呢呃我需要强调的是 大家对于这个迟到啊 一次我们会扣分扣一分 旷课呢我们不仅要扣分而且要倒扣一分 这个迟到和旷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就在于假说我们是8点半上课啊 我们如果8点半到8点40之间呢是属于迟到 但是你如果迟到超过10分钟了 我们就认为你就是旷课一节了 那么请假呢我们需要有班导签字的这样请假条 我们就扣0.5 大家还要注意一下 你们这个取消考试资格的一个条件啊 呃你们首先缺勤课室啊 达到总和时的三分之一 以及这个作业的缺交次数 达到总作业数量的一个二分之一的时候 我们就会取消大家的一个考试资格了 还有一个补作业原则 就是说补作业我们一般情况下会给大家 呃在我们的这个实操作业啊 在课堂上是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去完成的 因为这个环境的特殊要求啊 大家可能回到宿舍 你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呃因为它是有一个配置的问题啊 我们需要高内存的一个电脑啊 呃所以大家尽量都要必须啊 应该是必须都要在课堂上完成 那有些同学因为客观原因 假如说机器坏了呀 今天生病了呀是吧 呃没有这种没有完成 那你可以补上一周的 但是你不能跨周补啊 会给你给一次机会去补 当然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补作业和按时提交作业的分数 肯定是有一些差别的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警戒 谢谢大家